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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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爸爸 機緣巧合 知道西環這間店鋪 頂藥 當時這間店鋪變美心 他喜歡這個環境 海邊、小店 頂藥了下來 他自己問名叫Henry 他順理成競 然後再加上Henry上 美心海道就是Maxim's Henry 還有今天的美心海道餐廳 餐廳開了47年 排除了很多頓 比較出名的是咖喱鞋 我最喜歡就是他的 非洲雞 又辣又香的大蝦 甚至連他的甜品炸香蕉 我自己都很喜歡 以前非洲雞 就是一個醬 加一個雞 會比較乾身 燒出來 來到我們 將它改良 適合中國人吃的 就會是燜的方式 雞相當嫩滑 咖喱蟹很多店鋪都有 每個都有自己的版本 我們特別選用了本地的淡淡水蟹 所以味道比較獨特 我們選用的是正宗印度的咖喱 去做原材料 所以我們的咖喱蟹 會比較濃烈 印度風味 乾身 沒那麼多油 對 這裡四周圍的環境 你一進來 就會覺得 會有一種很舒服 很放鬆的感覺 爸爸是當日行船 他對船上的物件 很有情熱熱 你看牆身上 都是一些 油輪 陀 掌 都是一些 跟船有關聯的東西 來的鐘 全部都是 我從1978年 到美心亨利餐廳做 我現在68歲 這裡好像 不像一間公司 那麼隔膜 好像有些 加個感覺 我來美心亨利應該 都吃了有15年以上 其實是整個氛圍 整個氣氛 環境 地點 這個其實是 一流的地方 基本上 我家裡 都 最少一個月會來 一至兩次 為甚麼是一個 家庭的地方 少有對某些 做餐飲 某些地方的堅持 是你會很 有些感動的 這裡 沒有不認識的人 只有未認識的朋友 我們這裡 其實有很多熟客 錢是要賺的 但這些會比我們 更加有感動感 很多客人 現在當然是 三代同堂 都來幫助我們 這些比賺錢更加重要 其實吃甚麼喝甚麼當然是重要的 但你跟甚麼人 喝甚麼吃才更加重要 有個好朋友去喝 喝甚麼吃甚麼都很開心